日前 廣州一處地鐵施工區域出現塌方 3人落入坑洞 在被困者尚未被救出的情況下 當局就用水泥灌入坑洞 來看報導 12月1號上午9點28分 廣州地鐵11號線沙河站施工區域出現地面坍塌 最深處38米 三人兩車落入坑洞 一開始 在離塌縣的路面不遠處 還可以看到一名男子被壓在車下 不過由於救援措施不利 到9點47分 人車已經繼續陷落 消失不見 受害者家屬哭訴 當天中午12點多 人還沒有救出來 當局就開始通過掉壁 向坑里回填混凝土 官方辯解稱 回填混凝土是因為塌陷還在迅速擴大 且水流從地下滲出 為了防止次生災害 用混凝土加固邊坡 並在被困者的位置買下了一根鋼護筒 但是有專家質疑 鋼筒無法保護被困者 也有業內人士在網上表示 如果事發後立刻呼叫直升機救援 被困者還有希望 專家也認為當局的應對措施 折射出對生命的漠視 事發後 新華社等多家官媒不斷地宣稱應對措施合理 並稱現在正順著鋼筒 不惜一切代價挖掘搜救 專家批評 事發後應該追責 官媒卻在變相的唱讚歌 是一種輿論維穩 對於廣州地下的地質狀況 施工單位是不是瞭解 是不是採取了相應的施工方案 有沒有必要的防範和補救措施 這個災害是不是人為的錯誤 包括是不是有偷工減料和豆腐渣工程 就是這種災害發生是要追責的 而不是說現在去強調他怎麼樣去搶救 好像又要想把壞事變成好事一樣 失踪者之一石科偉的妻子玉尼發消息說 他被警察強行軟禁在酒店 呼籲外界關注 新唐記者林瀾 紐約報導 但又不有而且幫助 遁咬你要不會找到 平階-1,000公ики 嚴格 通人被迫在隔3.00 黃嫩 enjoys